这个菜里面出来 站在这里 傻瓜 在这里 波哥我们家这个菜越长越好了 长得真是喜能 因为我们就是 每天早晚都会跟他浇水 这个蔬菜一有水 就是长得贼快的那种 你看到我抬一手 你也抬一手来 我手上又没有吃的 他在我这边来了 因为他看到你了 像这种大的 这种大朵的 长得很快了 这个我们这边是叫黄鸭白 其实也叫大白菜 他这个上面有这种小刺的 一刺手上有点痒痒的 等他再开一点啊 我们就拿个稻草 把它从上面就稍微这样 捆一下 捆一下以后 等他到了冬天的时候 就这么大 这么高一个了 一个可以吃好多顿的那种 跟这种不一样 这种是专门吃小白菜的 要到里面去挑了 这里面下了好几种种子 我们家橘子越来越大了的 诶 夏夏 我们家的鹅怎么回事 啊 过来看一下 诶 我过去过去 哦 被缠住了快点 快走那边 这怎么出不来 怎么被陷阱弄出了呢 诶 我过来 我也过来 我跨过来 看一下 我怎么要把那个解救出来呢 他现在叫的声音都不对啊 诶 哎呀 看你吃啊 肯定是想吃这个草啊 上次就是我们 过来赶鸡回来的时候 然后他一个人就 脚被缠出来 然后他一个人就被缠在这里了 结果今天又继续缠在这里 你说 蠢啊 一个地方被搬两次 一个地方施足了两次 其实我觉得养鹅真的挺好的 因为我们之前养了四只嘛 呃 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经验 经验不足 然后只活了这一只 看一下人家 这么大了 这只鹅到时候可以长到十几斤的那种 把翅膀打开 还有多大 就这么大呀 鹅又不需要什么吃的 它不像鸭子 就是说要好多好多吃的 因为鹅它主要是吃青菜为止 我们每天把它放出来 然后养着养着就大了 诶 又缠住了吗 你又进去干嘛 等下又帮你缠去 走开走开 不咋不咋呦 缠了第一次还第二次 去那边跟鸭子玩 我们家的鸭子全部都在那边 看一下 全部在那边洗洗 养了好多鸭子 带大家去看一下 像我们家的这种小野鸭吧 山羊的走 刚开始就是我们放出来的时候 怕它会飞走 结果还好 它们并没有飞 走 现在晚上了 鸭子们都要回家了 看一下 他们现在都会很自觉的 一半半晚就往家里跑了 你刚才看到荧幕是没有 压前鸡 捧撞了一下 鸡想坐来压伞进去 撞车